不平安夜 港九多處今晚開始陸續有封路措施 公共交通工具就會有延長服務 運輸處說港鐵會加強服務 大部分路線會通宵行駛 而部分巴士、專線小巴 來往中環至尖沙咀的道輪 也會延長服務時間 為了方便市民寬度佳節 尖沙咀晚上7點開始分階段封路 地圖上黃色部分會先封路 即是廣東道、梭士巴厘道等路段一帶 7點半後天星道輪碼頭巴士總站 九龍公園徑和部分尼敦道也會封閉 港島方面 蘭桂坊一帶晚上6點開始封路 晚上8點後 封路範圍擴大至雲涵街 子丹尼街一帶 警方說預計會有大批市民去蘭桂坊 有需要時會實施輪候制度 市民要按照安排排隊入那區 可能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入到 至於銅鑼灣、東角度和八德新街 以西街紀利座市街一帶 下午4點到5時12點會劃為行人尊用區 無線電視記者 陳嘉欣報導 今天到 感谢观看